慈济技术学院人文室主任谢丽华 在马来西亚公务分秒不空过 前往一历小镇开奖 这一堂亲子讲座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 孩子的希望在于教育 这不是口号而已 这个傍晚来自台湾慈济技术学院 人文室主任谢丽华 来到霹雳州的一历小镇 给当地的老师和家长一个温馨的座谈 谈的是亲子教育 除了一历当地老师和家长前来聆听 还有一些民众专程驱车将近两个小时来听掌座 我们可以从丽华师傅的身上学习更多的实力 来加强我们非经历的认识 家长和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只要以身作则 而且坚持把对的事情传授给孩子 那么社会的未来就有希望 马来西亚一粒综合报导 跟您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